荒漫楼真属于传统聚落 存在着许多头嘎嘴 小女孩鼓起咏气站在大家面前 向所有人解说这里的历史典故 虽然看起来有些害羞 不过这可是他们牺牲假日时间 努力练习的成果 为了就是希望能担任社区的小小解说员 铁棍啊 那个铁棍是什么东西 就是挑 挑夫来装水的那个啊 早上我们先去楼上的朝天空 然后再去宫廷 之后 替我下了 我要你拿来 我们有好几个古厕 还有陶葛厨 还有花纳膏 花纳楼 石狮子 魂寮 魂寮也是我们花纳楼生非常早期 在产业方面 烟业也是非常多 所以魂寮也是很多一个特色 那有一个地方 那个地名就叫酒间 以前有一个风源客云的站牌 那这个都让小朋友能够认识 但是华纳楼真的很多很多 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太平的新光丽 早期有个旧地名 称之为华纳楼 这里目前保留全台中最多的 陶葛厨 还有烟楼 宫廷等等的历史建筑 为了让社区文化得以传承 当地的文化协会 号召17位资源培训的小学生 利用两个礼拜的时间 带领他们认识家乡 也借此培养学生勇敢面对人群 先从自我介绍开始 让面对群众 跟小组跟组员先做介绍 然后由组员提问 然后他试着去回答 让慢慢练习 接获结议证书的那一刻 每位学童心里都是相当兴奋 期待有一天能真正上场 帮游客进行解说 对此社区表示 未来当地会举办各种文化巡礼活动 将会安排学生带领民众进行导览 希望能借此提供学生舞台 也让大家更喜爱自己的家乡 记者洪加洪他就出了